海星老师 还有朋友关心的是 对于在海外出生长大的小孩 怎么样能够让他们通过学习汉字书法 来学习汉字 学习汉语言文化呢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这里头有两个问题要先解决 一个就是说 汉语和汉字的教学和汉字的学习问题要解决 我原来教一些书法 现在我又开始给一些小孩来教汉字 因为我觉得这个基础打不好的话 后边是空谈 因为书法有一个很大的基础 就是汉学 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的基础 但是可以在同时学习汉语的情况 下在练习书法 这个并不是必须把中文学好才能学书法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说不能因为是小孩子就标准变了 恰恰是小孩子必须用高标准 就是要给吃好的有营养的东西 不能乱给他塞的吃 还是延欧照流这些东西 现在有些所谓的书法班 我不是说他们不好 包括国内书法一考级以后 有些书法班就应运而生了 但是那书法老师还没过关呢 你怎么能把孩子教好 所以不能靠老师来教 要靠老师的祖宗来教 老师的祖宗就是中国的经典 不能靠现在那些老师来教 要把老师的祖宗搬出来教 这是一个观点 另外我在实践中 对孩子们增加学习汉字的兴趣 我是引进了甲骨文 因为有的朋友了解我 或者关心我的教学 或者可以看看我微信公众号里头 我原来对甲骨文的一些看法 我大概从20年前开始 就是觉得应该钻研甲骨文 到现在呢 我一直在不敢说研究吧 一直在钻研 我发现甲骨文给孩子们教 特别他容易接受 他第一对汉字 一下就明白这个汉字是什么了 第二呢 他就喜欢上了 这个我有些学生 他们对甲骨文特别就一下就就明白了 你比如说我们说身体的身 复杂的日月水火就不说了 身体的身身体的身这个字呢 你看他怎么也不知道是什么 好 那我们先知道有个人 有个字 人 人的甲骨文这么写 我给孩子讲的时候 我说人为什么这么写呢 你在幼儿园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一个小朋友 早上 你把手手搭到另一个小朋友前面 这不是人吗 所以这是人 这是人 人的甲骨文 人的甲骨文 肚子 伸出一只手来捧着肚子 肚子里有个什么呢 我给我教的小孩说 我说肚子里有个你 妈妈怀孕了就叫身体的身 这个字是这么来的 有身孕 我们明节说 你看那个前几年还是姑娘 现在身子重了 所以这是怀孕 好 再看一个保护的宝 保护的宝又有一个人 这个人多了一笔 胳膊过来了 这是保护的宝 是一个小孩子被爸爸背着的 背着孩子就保护着 所以我现在教小孩 他们的甲骨文有天然的兴趣 所以这样的话呢 他就不是觉得汉字是一个 非常毫无意义的事情 他觉得特别有趣 特别有趣 大概随便举这么两个例子吧 还有才可以举一个例子 当然这也和 你比如说 这是女 一个女性优雅的作者 那么好 我们说 这是什么呢 这是树 这是树 现代字写成叫木 这个树呢 这也是树 这个字是什么字呢 这个字是果 结了果子了的树 果子去掉是什么字呢 是为 没有结果的树 安到女字旁边去是什么呢 没结果 没生孩子的妹妹 这是妹妹 再复杂的事情 都能给孩子讲清楚 所以特别好 所以我就甲骨文教学 一下孩子的这个智慧就打开了 另外呢 老祖宗的这个发明这个字 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说西方的文字 拼音文字 是拿耳朵学习的 必须听他这个音 汉字是拿眼睛学习 一下就看出 这不是就是画吗 更不用说什么牛啊 羊啊 鱼啊 这些东西 那么今年是牛年 牛字 牛为什么这么写 古人太聪明了 牛 人和牛打交调 到你要小心 这个地方最危险 因为脚很硬 但是你别害怕 牛有一个最难够拿住牛的地方 就是鼻子 鼻子最软 你拿个棍 把鼻子穿通了 牛就乖乖跟着你走了 所以你看 这个牛字写出来 就是让大家知道 哪危险哪不危险 所以文字它是有用的 文字是有用的 直到今天我们说 把一个事情解决了 还说抓住了牛鼻子 因为牛鼻子是最软弱的地方 那么好 羊 羊就没那么可怕了 羊鼻子也软 但是别害怕羊 羊的脚不会顶着你 羊不拿脚顶人 羊拿哪顶人呢 额头 所以这些甲骨文都是很有意思 那么好 这是一把刀 刀上沾了血 这个字是什么呢 物 物是谁的本字呢 物就是物 千万别拿刀在牛身边比划 是危险的 不要去做 所以孩子想学呢 我们要把一整套中华文化的东西给他 而不是说你立刻给我把毛笔子写好 那他哭哭啼啼的 他实在不愿意写 我也是想在这个这个我们华人孩子中培养一些孩子能够从小对甲骨文 以至于中华文化他能热爱 是因为他那么华文化的东西 哎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